面对舔狗的表白 女人表露出一脸不屑 可她没想到的是 被自己拒绝的男人 竟然是自己做梦都想留下的公司 财阀集团的大少爷 转天她到公司打算补齐入职资料 结果却看见自己出现在裁员列表中 突如其来的事件令她十分生气 于是满腔怒火找上司算账 来到经理面前 她直接质问自己为何在裁员名单上 见经理没回应 又指责对方招聘自己后却不负责任 经理打断她说 我为什么要对你负责 张美丽小姐你只是我的下属 又不是家人 美丽不停叨叨令经理无法忍受 经理只好就事论事 声称之所以当初用她 是看重她的自信和精通日语 可从工作中看出她十分差劲 还说美丽的外表与内涵差距过大 每句话都戳中张美丽内心 身知理亏得她表现得楚楚可怜 张美丽天真以为眼前的男人值得依靠 而男人毫无怜悯 当即拆穿她服务顾客时的不足 美丽却无言以对 随后气冲冲跑上天台透气 突然有人上来她赶紧躲避 不料偷听到男同事八卦重要事件 原来酒店接待日本总理 可总理的闺女不见了 因此总经理还被董事长大骂 此事被传开酒店 很可能将面临关门 只要有人处理好此事 就能享受公司的任何待遇 这无疑是美丽留在公司的最佳机会 左思右想的她心生一技 转身找到经理的贴身秘书 利用美人技快速征服对方 顺利得到总理女儿的基本资料 然后找人查看女孩所在的位置 立刻打车去找 来到墓地区域 她拿着女孩的照片四处打听 比找男朋友还尽心尽力 就连街边路过的人也必须问问 可谓是毛毯式搜索 她走进热闹的演唱会现场 台上顶流明星F5 正在抽选幸运观众 没过一会儿 美丽终于发现幽女在台上拥抱明星 总算没有白忙 演唱会结束之后 她一路跟踪 还意外发现幽女的特殊喜好 直到晚上 看见两人住进一家酒店 与此同时 总经理张明勋看见美丽不在座位上 询问同事也不知去向 她误以为美丽已经离职 可眼下的重点是找到总理的女儿 而此时的美丽也正在为自己戴罪立功 好不容易等到幽女出现 上前苦口婆心讲 半天却被拒之门外 随后她偷听到俩人对话 得知幽女父亲反对她的同性爱情 所以才独自外出 获得自由空间 然而 这一切都被赶来的总经理偷偷看见 美丽不停敲门 同时表达对幽女的理解 对方总算开门 她瞬间化身 也有相同遭遇 一波演绎下来成功得到幽女的信任 这也让偷听的总经理大吃一惊 转天 幽女便如约出席了记者采访会 看见美丽也在 她很高兴并表示真诚的感谢 随后走上前给美丽一个信任的拥抱 总经理看见也安心一笑 会议开始 幽女在台上发表感言 同时还专门点名感谢了张美丽 而此时的台下全是高阶层人士 日本贵宾 董事长 总经理 以及财阀集团的大少爷 美丽也表现得十分自信 过久后 董事长亲自招待张美丽 刻意感谢她帮酒店解决这次危机 聊天过程中 董事长又说出一条重磅消息 她称将来会把整个酒店交给总经理 也就是眼前的男人 即将升级为酒店一把手 此话不由使美丽转头看向经理 随着三人举杯同庆 张美丽的心里正盘算着如何拿下总经理